在挑選另一半在挑選伴侶的時候 我們好像常有一個誤區 似乎要找一個對我好的人 但再好的愛情並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在愛情一道好人沒用 好的愛情是客觀上他似乎不怎麼好 但我就吃他那一套 命定般的怦然很迷人嘛 但我們要遇見的不是那個最體貼 最完美的另一半 而是遇見那個不一定要樣都頂尖 但他愛人的方式正好符合我們需求的那個人 會慘敗的愛情大概是 對方很愛我們 但對方付出愛的方式讓我們感到壓力 這樣的愛不會成立 愛是這樣子 太多了有壓力 太少又會有匱乏感 好的愛情是需要被對話的 要練習用對方所需要被愛的方式來愛對方 彼此都能成為對方剛剛好的人 第二點我們要理解到是 寶貝我永遠愛你的意思 是在這個當下 我有願意永遠愛你的心意 但不代表三天後這個當下還存在 但凡談過戀愛的人都知道 某些時刻基於愛的很濃烈 口頭上會有一些浪漫的話語 漂亮的承諾等等 我永遠愛你這輩子都想和你在一起 只是年紀大了一點之後 因為懂事了 我們雖然更有實質能力給予承諾 卻無法像青春的時候 能沉浸在承諾的那種浪漫裡 我們不會再深深的被浪漫的話語弄得感動流淚 一個成熟的個體 反而會在當聽到浪漫的話語之後 先是異常冷靜 心裡就會亮出一把尺 評估這個承諾幾分真幾分假 實現機率有多少 後來我們大概會這樣定義那些浪漫的廢話 漂亮的話都是當下的那個真心 當聽的人也認真的時候 就會產生共情跟激素 雙方都有感動 關鍵在於任何的承諾 都是非常當下的事情 對方口頭上表達一種當下的感覺 所以我會說 再好的愛情都不一定是永遠的 大多都只是當下的 三天之後那個怦然感淡掉 不需要去糾結對方是否會遵守當初的承諾 是否會永遠維持那個愛你的心意 只要在過去那個當下 對方是真心的 這是真的 而過了那個當下之後 現實的狗屁掉招要繼續消磨我們也是真的 所以好的愛情是 我們好好體會當下 珍惜每一次的怦然 享受承諾發生的當下 因為面對現實的時候 人的抉擇並不一定會符合自己最初的承諾 嗯 你口中的永遠是真的存在 只是 它只存在於當下而已 這才是大多數人的愛情啊 好的愛情不一定能永遠 永遠也只是 當下的情愫而已 永遠只是暫時的 能否一起好好生活才是真的 我們要做的是 一輩子持續創造那個 想要和對方說出永遠的那個當下 才可以把每一個當下一步一步一步走完一生 呼 最後一點呢 是我一年前 寫完 好好生活慢慢享受這本書的初稿的時候的心得 愛的本質 是不是 因為我愛對方 所以我只希望對方快樂 別無所求 不做對方快樂之外的要求 這是我們最嚮往的那種相愛的態度 遇見一個真心只愛我們的人不問其他 這樣的愛最高尚 這是為什麼當某一些人把 薪水、收入、工作、社會地位、社會階級等等 當作擇有條件的時候會被勾病的原因 因為條件式的愛不純粹 誰都不想要在愛情裡面被評判、被分類 當我想要提出的想法是 好的愛情雖然是無條件的愛 但我們卻都必須條件式的去愛 無條件的愛太夢幻 實際情況是現實人間就是有地獄啊 有階級 有各種生活費要應付 人有慾望、有目標、有更好的生活要去追求 我們再怎麼想單純的愛著對方 都敵不過現實的壓力 有人認為說 單純的愛是不看金錢的 但我認為說 沒有錢 就沒有單純的愛 嗯 好好生活貓運箱裡面那句話 人唯有在經濟獨立的前提下 才能擁有純粹的愛情 因為物質條件或個人欲望 已經不再干涉 愛情的發展 靠這裡的讀者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順便在留言區做一個統計 以下兩個選項 哪一個比較貼近你的愛情觀 選項一 單純的還是不看金錢的 選項二 擁有錢才擁有純粹的愛 選項三 其他 如果讀者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說 我選二的理由是因為 當我們努力著在人生的地獄裡往上爬 想讓生活水平更進階 因為努力想要把愛情這條路走得長遠的時候 我們想要的都是隊友 而不是遇見一個他非常愛你 但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放眼望去 未來全部都是辛苦 越相處越迷惘的另一半 這種情況 即使對方愛你愛得再深 現實也會將兩個人拆散 最令人擔憂的那種愛情是 我們光想著要怎麼省錢 就沒有餘力體驗人生了 被錢困住的愛情太卑微了 好的愛情是有計劃的 是相處久了 能夠看見人生階段性的成長 好的愛情是願意空出時間深度對話立下約定的 好的愛情像是一片藍圖 我們攜手啊逐年實踐它 好的愛情是建構一個共同的生活 看見目標然後一步一步去抵達 好的愛情又更像人生的合夥人 相互補足成就更好的未來 好的愛情是我一個人不會不好 但有你我們都變得更好 晚安 我是黃山廖 謝謝大家